军武次卫免 L.I.O.T.A.N.G.2020 2017年11月30日 波兰领土防卫部队 接收了第一批FB MSBS格罗特突击步枪 波兰国防部以1.4亿美元订购了5万3千支新步枪 将替换波兰军队中所有的外国步枪 近日 据媒体报道 由国资委推出的央席凯蒙候选人活动中 出现了第二欧巴索新型步枪系统创新团队的枪关简介 随着这一消息的披露 人们期盼已久的新型步枪浮出水面 暂且不论新型步枪性能如何 进展如何 以及会奉参加2019年国庆日兵 我们不妨先把眼光放在全球 看看各国军队的轻武器 有着怎样的更新动态 美国已开始更新化代的轻武器是手枪 美国陆军模块化手枪系统项目的最终赢家 确定的是SIGFOR公司生产的9毫米P320手枪 美军编号是M17M18 该枪用于替换 已经服役30多年的M9系列手枪 订单合同达5.8亿美元 2017年11月28日 美国陆军位住在肯塔基州坎贝尔堡的第一101空降师 配发了第一批M1718手枪 目前美国陆军正推动全面换装M1718手枪 其他军种也有跟进可能 七个商尔公司提供的XM17药枪 M1718作为模块化手枪 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了枪质更换的简易程度 即该系列所有手枪 采用同一种扳机组件 通过简单更换不同的附近黄 套筒 枪管和套筒座 组成不同的手枪版本 其中 全取册M17和紧凑型M18最大的区别 就是枪管和套筒的长度 M1718手枪 还配备了一个具有安全性的可以带微光条件 下发亮的夜间瞄准距 一套集成导轨附件 以及一个附加声光 预制器的陆军标准预制器转换套件 模块化是M1718手枪的重要特点 美军的旗台卫星枪械 今年来也有些新变化 2018年5月 美国陆军计划招标刺紧凑武器 Sub-Compact Weapon-Star 位在全球各地部署 执行贴身保卫任务的特殊单位 装备一批冲锋枪 据报道目前只有6家公司进入了测试阶段 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 则在2017年向美国政府招标平台提出申请 希望采购5000艇中型机枪 新机枪采用 338洛马马河南子弹 目前通用动力的LWMJ是最有益的应聘者 LWMJ通用机枪 新的口径是否会取代美军现有的点 50和7.62口径机枪 虽然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选定了M27A2A至K416重枪管版本 但美国陆军表示 不打算跟进 美国陆军的计划是下一代班组武器 包含M2和M2A2两个独立项目 用来替换线系的M4卡冰枪 M16突击步枪和M2498用自动武器 不过 但是不清楚人事项目将采取那种口径 目前传言是可能采取6.5或6.8毫米弹药 并将在2019年测试新口径突击步枪 演习中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 陆战队对M27A2很满意 但陆军表示要用新枪 2018年年初 根据俄罗斯官方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已决定为俄军换装AK-12和AK-15突击步枪 以器换线系的AK-74枪组 这是俄军40多年来 首次全面换装突击步枪 AK-12步枪办事多年 设计几经修改 在保持活塞党性式和常规布局 这两大俄式步枪特点的同时 在许多地方做出改进 部分细节的调整 提高了人机功效 口径仍是5.45乘以39毫米 可使用AK-74M的弹架 2017年 适用的AK-12和AK-15在俄军完成测试 受到好评 AK-12突击步枪 由AK-12发展而来的AK-15步枪 适用的是7.62 39子弹 这一方面是为了打开国际市场 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俄军射击的战场 例如是利亚战场 都是7.62毫米口径弹药的天下 应该以武器来适应战场 适应后期 此外 俄军开始换装口径为5.45乘以39毫米的RPK-16般用机枪 该枪有长短两种枪管 可以在不完全拆尖武器的情况下更换枪管 采用30发和45发子弹弹侠 以及专门为RPK-16研发的新型叫15发弹骨 RPK-16般用机枪 欧洲近些年也在换装突击步枪 模块化是重要的发展特点 脚脏换装新式枪械等 如意大利在2009年以后服役 替换AR70的X160突击步枪 捷克在2010年以后服役 替换VZ58的CC805 及其改进型突击步枪 还有比例时 用来替换FN、FNCDFN、SCA突击步枪 以及开篇提到的波兰SB、MAX突击步枪等 欧洲各大公司的新型突击步枪 不仅装备本国武装部队 还出口世界多国 在一些国家的知识部队 和特种部队中服役 意大利陆军的ARX160突击步枪 有多种口径版本 作为未来士兵系统一部分 配有大兵自战武器瞄准镜 和BLX160流带发射器 德国的HK416型5.56毫米突击步枪 有着众多的用户 装备很多国家的特种部队或警察单位 挪威、法国、荷兰等国则将HK416 作为下一代录制武器装备部队 其中 法国用HK416F型来替换 已经服役近40年的FORMUS 无托突击步枪 法军于2017年开始接收HK416F 据预计法国将在2019年前 接收10.2万只该型步枪 就连法国陆军的装备 与通信一体化步兵系统 也会用HK416替换系统内 较新的FORMUS Failing步枪 法军更换了传统的有托步枪 还计划将其内入Failing系统中 德国国防军已经将辛苦服役50年的MG-3通用机枪 计划成新型MG-5HK121通用机枪 又练装了G-28G击步枪 但是目前德军还没有确定下一代陆军突击步枪 2015年德国国防部就决定要替换服役近20年的G-36突击步枪 不过2018年 参加竞标的黑克勒科赫与黑内尔两家公司的产品 HK433与MK556都没有达到德国国防军的要求 以至于2020年前替换G-36的计划将被延期 甚至可能被搁置 德军演习中的机枪手 使用MG-5通用机枪 在亚洲一些国家也有或可能有换枪的计划 这其中印度是最让人摸不透的 有关于印度政府维本国陆军或安全部队 勾满各种枪线的新闻常见诸报端 不过印度目前还没有更换掉英萨斯步枪的消息 而其他型号 口径的各种枪系 也仍在印度军队或安全部队继续服役 相比之下 印度的灵活巴基斯坦 于2016年 选定捷克CZ公司的CZ-806B-1N2突击步枪 并将在本国生产50万只 替换巴陆军现有的G-3突击步枪和50-60突击步枪 玩更多有趣好玩的军事文章 视频 图片 电影 游戏 关注军武刺猬面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哎哟